你好,和文,yoo! 大家还安不安,慢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 雨后阳光,Raymond & 汪友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看看订阅状况,按住小铃铛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件事说一下 美国佛罗里达州 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水浸 天空就清了 但是 Milton经过的地方 很多都有一些污水 是未处理过的污水 排放在河流 和街上 这件事听到就很恐怖 本身佛罗里达州这个地方 它经过Helena之前 两个星期之前的巨峰 它已经有很多污水都未处理 有很多污水都未处理 结果现在再做多一锅 这个Milton 就是有 屎那些 我也想说得不太噁心 有屎和尿 那些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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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没有办法 根据 一些报告 就说 星期四较早前 就是这个Milton的洪水 令到 那些被用发电机 就短路 那些污水处理厂 就洩漏了 很多未处理过的污水 就进入到城市 那里 有一个地方叫Lisberg Lisberg 只是那里 他们的污水处理厂 都是有200万加轮的 未经处理的污水 但是其实 在佛罗里达州 有其他地方 都是 有一个地方叫Brandonton 他在星期三的时候 他已经令到 一个污水处理厂 就把一些未处理过的污水 就这样排在河上 那现在就是 Milton 离开佛罗里达州 就算去到大西洋 没有了 这个Milton 这个洪水 仍然继续 会对人类健康 构成严重威胁 那小南就说 病毒细菌周围就是 是的 还有污染的微生物 当然现在的洪水 就和未经处理的污水 还有化粪池的水 结果又浮出来了 还有其他的废水 混在一起 未经处理过的污水 会有什么呢? 有令人生病的病原体 还有病毒 还有 有可能 就是因为人类排泄物里面 有很多淡 就会导致佛罗里达州的地方 会有 有毒的红潮 海水红潮 因为有时候有些泳滩 有红潮 要扯红旗 还有那些海藻 就会生很多 影响海洋的水质 也多谢K-Wang你的支持 多谢你 由于Milton洪水 就发生在Helen 两个星期之后 现在是很严重的 其实Helen Helen Helen 这个 巨峰之后 在佛罗里达州 也有几百宗洩漏事件 知道的 最劲的那宗 就是有850加轮 未处理的污水 流入坦帕湾 其实 现在 佛罗里达州的水域 其实 已经是 基本上 都是大量 有链的污水 废水和有毒物质 现在 再加上Milton 的 废水和污水 有毒物质 佛罗里达州 就会好 很严重 希望 就不会 有人 因而死亡 不过 也可能会有的 这个也没办法 还有 现在 Milton经过之后 现在 也是很严重 很多地方去停电 刚才有说过 幸好 Storm Surge 没有之前预计那么高 海水的水位上升 没有之前预计那么高 所以 有些地方 就觉得 已经很幸运了 没有那么严重 比 没有遇上中 那么严重 但是 是严重的 因为 佛罗里达州 其他地方 都有 龙卷风 除了 巨峰之外 还有龙卷风 现在估计他们 即是 要 有多少 经济损失呢 现在 我也是 说一下经济 这个 巨峰 再加上龙卷风 全部都跟Milton有关 的 经济损失 可能是600到750亿美金 那 上一次 就另外一个 INRA 另外一个巨峰 2022年9月的时候 好像叫INRA 让我查一下 我因为 对不起 不是INRA 是IAN 我记错了 那么 他 那个巨峰 同一个位置上岸 但是他就在9月 2022年9月 那么 2022年9月 我现在看看 US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那条数 就是 那次 1,120亿美金 的经济损失 这次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厉害的 但是 现在 都不是特别严重 这次 这个Milton 就是 他 怎么说 十月 才有这个巨峰 这个巨峰季节 其实有六个月 这个大西洋 这个巨峰季节 那么 那么 总共 今年 就有13场 风暴 是少过平均值一次的 所以 有些人说 那个巨峰 多些 就是会因为 气候变化多了 这个也是 但是 今年 其实不是特别多 其实 所以 我也要更正 可能我所说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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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是 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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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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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在新闻發佈會說,現在我們最少要幾十億 拜登上星期已經要求國會加快向小型企業管理局發16億美金 應對受災害影響的企業,他們面對的即時問題 Milton這次暫時死了10個人 但肯定是死不止10個人 為什麼呢?每一次都是這樣 守舊工作繼續,這個數字就會升 而且在佛羅里達州傳出來的照片,現在看到很嚴重 因為有些人間屋的屋頂是沒有了 幸好那些有四棟牆 幸好那些四棟牆都沒有了,只有一棟牆 其實很恐怖 他們的傷亡數字,我預計都會升得很厲害 創紀錄的降雨量也是挺嚴重 不過呢,又沒有上次是Lin那麼嚴重 現在看到這個數字就是 如果看回PowerSearch 對不起,不是PowerSearch 是PowerOutage.us 之前我給大家看過這個網站 佛羅里達州 現在看到的數字就是 有310萬用戶 電力用戶停電,那裡有幾百萬人 之前高峰的時候,有340萬戶是沒有電 現在當然還有其他情況 因為美國的交通 其實主要都是長途的交通都是航空的 看到的數字就是有 美國2718個航班被取消 大部分這些飛機都是去 包括Orlando、Tampa、Palm Beach、Miami 以及Southwest Florida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你看到的數字也挺厲害的 2718班機取消了 現在他們說 電的供應要完全恢復要很長的時間 如果已經撤離了的人 就不要回去住 沒有撤離的人就要小心 因為有可能 躺在病床上 有一宗案件我聽過 也很恐怖 躺在病床上 他發現四處都是水 他床沒有浸泡 那張床那麼高 他四處都是水 但是 因為在醫院 那裡 那裡 四處都是有大電的 那 電話 正在充電 那個人 也不敢 報警求助 又不敢按鈕 叫護士來 這是之後 那些洪水退了 才說回事情 是很害怕的 因為 看到四處都是水 然後 沒有辦法求救 因為全部東西都可能帶電 因為他已經浸過了插座 因為看到他已經浸過了插座 所以這件事都很麻煩 那 K-Wong 就說 他有客人說 比較怕地震 多過打風 所以不會搬來 其實 搬來的那些 通常都是 住在比較低窪的地方的人 這個是很可憐的 那 現在初步的報告就說 很多地方的潮池 就高出平時的高潮水位 5到8英尺 就是大概1.5到2.5米 這就好過之前預測的 他預測 記得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他最嚴重的情況 就是高潮水位 15英尺 即是4米多 4米7 那 現在算是幸運 他是不幸中的大幸 這個Milton 現在進入了大西洋 已經變成溫帶低壓 沒有了巨風的結構 幾天之後就會消失了 可能會為 法務達的地方 帶來一些強風和震雨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不過 有些人現在很關注 現在的情況 即是在西加勒比海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下個星期西加勒比海 又會有另一場風暴形成 就是這樣 知道的事情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 電動車 在浸了鹹水之後 就 糟糕 爆炸 現在也有這樣的報告 上次報告出來之後 有這樣的情況 他這次又有 類似的情況報出來 那 這些沒辦法 我也跟大家說 他浸了 電動車浸了鹹水之後 是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 不是叫別人不要買電動車 我也一定要說 你看到這些有可能發生 就是海水的水位上升浸上來的時候 或者其他水位 不要只是說海水 就是河水浸上來的時候 把車子拍高一點 這個也沒辦法 這是唯一的處理方法來的 就是你拍車在低蛙地區 根本本也有危險 不過其他的車子 可能就這樣浸了 但是現在當然 那個情況 就是如果你開電動車 當然是複雜一點 但是這不是什麼問題 我也要說 當然有些人當然說 這樣不會買電動車 其實如果你要保障自己的財產 在這些巨峰 台風來之前 你也要把自己的財產 放在一些高一點的位置 所以這個差別 就不是那麼大的 當然有些人會很擔心的 看到這樣不行 很嚴重 電動車不行 以後都不買電動車 有些人的想法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也不需要太害怕 這個你也沒有辦法的 總之就是 盡量不要浸水 雖然電動車救世主 他說他的電動車 所有東西都是蜜蜂的 電池包也是蜜蜂 其他東西也是蜜蜂 所以可以在水裡沖過去 有些人也會拍一些影片 就說我駕駛特斯拉 可以衝過去 但其實 之前也有提過 有理理子電池的東西 你也不能讓它接觸到 鹹水 盡量不要接觸到鹹水 為什麼 因為你接觸到鹹水 它有可能會爆 這是事實 而且如果車子在你的車房 譬如你的車房在一樓 即是地下的 你就住在二樓 這樣才算 它一著火的時候 就沒有人救到你 在天災的時候 那時候 佛羅里達州消防局 在星期一已經警告了 他們確認了一件事 就是上次 HLIN巨峰 搞到水浸之後 有48架 有48單 不是48架 48單 一件與鋰電池有關的火災 那 十一單 就與四輪電動車有關 其他的 就是電動滑板車 電動單車 那些 不要算 那些是小事 那些 有十一單火災 就與電動車有關 那麽 那麽 就說 所以現在 買房子 不要買低話地區 其實是的 從來都是 你要看 因為每個地方都會這樣的 如果你要買房子之前 一定要去看 就是要看看 水浸的時候 會不會浸到那裡 很多地方都有公開地圖 是可以查得到的 還有 如果有些城市 是有河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那些河水 它會 水漲的時候 會被蓋過那裡 是有這些地圖 不過很多人是不去查的 買房子的時候覺得 旁邊有一條河很棒 或者旁邊有一條海很棒 沒事的時候什麼都很棒 有事的時候又很糟糕 人次郎牧村就說 在日本一定不處近河和海邊 是的 那次我在鹿兒島 我看到也很害怕 我住在鹿兒島 剛剛有打風 但是鹿兒島是很小事的 本來那天我打算去福江 預計就是去福江 接著 去不了福江 因為高速公路又封了 入福江那些路全部都封了 它應該只是下大雨而已 也很恐怖 人們說日本的基建做得好 什麼事都沒有 我看電視就不是了 我看電視就看到很嚇人 其實就是 其實現在這些風暴 或者巨風 是令人更新他們的知識 因為 你的日常風險 其實有很多都是來自你的生活經驗 現在 就有些人用他們的經驗 是教曉了我們一件事 就是 當你有巨風或者颱風來的時候 如果你是駕駛電動車的 那你就要把車放在不會浸水的地方 因為 如果汽油車 或者茶油車 那些浸了 它乾了又沒事 你只要它不是 浸的時候 你撞車 它浸完之後 你再撞車 車通常都行動 不過當然 車子會有其他問題 但是 通常做法是怎樣的呢 那些人就是 給錢人 製造一輛漂亮的車 然後賣了一輛車 所以水浸之後 買車也是有風險的 其實就是這樣 JoJo Lee 曾經想過居住濟州 這是濟州島 在韓國的 但是如果很多時間 打風下雨 都種得很厲害 所以就打燒了臉頭 也多謝Line King88你的支持 多謝你 講到這裡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一下 其他話題 北上的話題 和香港密切關係的北上話題 休息一會 都不會再渡個 閉上千 Shawn 中央 中央 有 displacement 你 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